第一个就是运算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加号 当然这个加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像计算机一样 加减乘除应该大家比较没有问题 在python里面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 除了加减乘 除的话应该是 除特别注意 除是这个除 OK 那乘的话是新号 比较特殊是后面这三个 各位可能比较少用 但是未来可能都会用到 比如说我要求什么 求余数的话 什么叫求余数 除完之后 余多少 比如说三十二除以五之后得到多少 得到二 余二 因为三十整除之后剩下二 所以如果你要求余数的话 请特别注意 请你在运算的中间的运算值 请你加一个百分比符号 OK这个就是所谓的求余数 另外的话呢 有除之后还有除除 那什么叫除除 就除完之后的整数就好了 比如说三十二除除五的话 那特别是要本来应该六点 六点多啦 有小数点 那除除的话意思说没有不需要小 就是把那个小数点无条件舍去啦 所以就剩六 OK没有小数点的意思 那再来的话就乘乘 乘乘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 其实意思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吧 乘乘的话就是几次方 比如说七乘乘二 那得到的话就是七的平方 OK那就是四十九 OK类似像这样 那所以呢 你们待会可以试试看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A跟B中间的这个运算值 换一下 可能你就换成我刚刚讲的 当然加点乘除 大家应该比较没问题 比较会有问题就是那个 百分比符号求余数 那另外那个除除啦 其实除除我觉得用到机会下蛮少 为什么 因为你用除外面包int也可以啦 int的话就求整数嘛 那结果不也一样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我用的还蛮少的 为什么 因为包个int就搞定了 那再来的话就求几次方 有没有 七乘乘二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这个地方再来改一下 就是刚刚的乘四 也许就是把这边改 加减乘除吧 比如说你 这边改成什么 加改成乘乘的话 那得到结果是多少 三的五次方 还好没有很大 反正三乘三乘三 那你就把它执行 得到的结果 二四三 OK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也许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三十二 这个地方你可以用 把它改成余数 求余数 结果应该多少 三十二除以五于多少 于二嘛 所以执行 结果为二 OK 那特别注意 这个是基本的运算值 可以把它稍微认 再来的话 顺便再讲一下 就是说 除了运算值之外 刚刚有个重点 就是转型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如说要把 某个变数 本来它的那个形态是 非字串 非文字 你要变文字的话 那就是加一个STR OK 那假如说呢 你假如说颠倒 比如说我要把什么 把文字变成数字的话 而且是变成整数的话 那就加什么 特别注意哦 用INT OK INT 那如果说呢 里面假如有小数点 你要保留的话 那记得呢 就是float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边诚识好了 假设说我今天 三十二 有没有三十二 假设我这边是三十二的文字 假设A它里面是放个文字 然后B的话呢 假如是放什么 假如也是放文字 如果要转型 那我们就是执行的话 当然执行一定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文字 文字除以文字 那不行 所以怎么办执行 那你会发现typeA 因为它说那个 它的参数 没办法 它说这个 在during 就在这个string的formatting 就是在什么呢 文字形态的状况下 它是无法帮你去做计算的动作 那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嘛 把这个外面包什么 包INT吗 有没有 然后钱瓜 把A转换成文 这个数字 然后也把这个INT 转换一下 这样的话执行应该就不会出错了 OK 结果的2 那如果说呢 这边假如是3.2 有没有 3.2 如果你用3.2 你执行的话会怎么样 它这边会出错 它会跟你讲说 里面你是5.2 有小数点 可是你现在是用INT INT是针对整数的 所以它里面看到有点 它说跟你讲不行 我没有办法转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有点的话 那请记得 改成什么 改成Flozen 这边的话记得 Flozen 这三个可能要记一下 如果它转文字就是STR 转整数的话呢 那就INT 转小数点的话 那就是Flozen OK 基本上 这个是基本的函数的转型 你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出现 如果它后面有很多小数点 OK 那至于说小数点要取到几位数 这个后面再讲 有没有 你看小数位数这么多 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取到 小数点的第二位数 第三位 或者四十五五之类的 那这个后面我们再提 OK 然后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只要两个重点 一 就是看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个 算数运算值 二的话呢 就是 把那个什么 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 加INT跟数 我这边其实就是 把那个 A跟B 改成 字串 然后 利用那INT 跟Flozen转型一下 好 来 外面一些话 每个位试试看 好 好 他这 就是 那个路线 你要把它改到 但是我找到 这个 可以 哦 OK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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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